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这个段落里面总共被新约圣经引用了高达四十次 这里面出现了许多未来跟末日的弥赛亚的预言 所以我们在读的时候 也为我们下一卷就要读启示录 我们可以开始做点预备 那我们有时候读这个预言是这样 他是一三后面还有一三 所以代表就是说 他除了是对这个未来的一些现况 做一些预言之外 他很多完全的实现 会在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 会完全的实现 所以你看好像那个山 一层一层的往后面跌 一山比一山高 这是我们读说的 关于弥赛亚或是末日预言的时候 要有的一个观念 他会多次的应验 好我们首先就来看第一节到第八节 撒加利亚书第九章 耶和华的牧师应验在哈德拉第大马色 世人和以色列各支派的眼目都仰望耶和华 和靠近的哈马 并推罗西顿 因为这二城的人大有智慧 推罗为自己修竹宝杖 积蓄银子如沉沙 堆起金金如街上的泥土 主必赶出他 打败他海上的权力 他必被火烧灭 亚石基伦看见必惧怕 加萨看见甚痛苦 以格伦因失了盼望蒙羞 加萨必不再有君王 亚石基伦也不再有居民 私生子必住在亚石图 我必除灭非利式人的骄傲 我必除去他口中带血之肉 和牙齿内可增之物 他必作为余生的人 归于我们的神 必在犹大象族长 以格伦人必如耶布斯人 我必在我家的四围安营 使敌军不得任意往来 暴虐的人也不再经过 因为我亲眼看顾我的家 好 首先第一节 第八节要讲到 耶和华他对这个仇敌的审判 第一节耶和华的末世 他会应验在这个哈德拉 他在这个叙利亚的北部 在哈马以北 所以会在哈德拉地的大马士革 所以也包含了这个大马士 就是这个亚兰的首都很有名 世人和以色列各自派的眼目都仰望耶和华 只要看到这种字眼就知道 这个一定是跟上帝的审判有关 同时也跟上帝的救恩有关 更同时是跟上帝末日的这个来临有关 好 何靠近的哈马 所以哈德拉大马士革跟哈马都是属于北方的 他们都会来仰望耶和华 然后呢 并且这个推罗西顿 这边讲到靠地中海的西方 因为这二层的人 他们自认为他们是大有智慧 那特别是这个推罗人 他们为自己修筑保障 推罗他这个城市有两个部分 一部分在陆地上 一部分在海岛上面 那最强大就是他的海岛部分 大部分的敌人都很难打得下 这个推罗这个海岛的部分 我们读纽约圣经看到很多强大的帝国 包含什么亚述 巴比伦 波斯 这些都没有办法把这个推罗的海岛部分 打得下来 直到这个祖前三百多年的时候 希腊的亚历三大大地 才把他打下来 你就知道为什么推罗可以这么骄傲 好 那他因为他海上贸易被他控制 所以他很有钱 他就积蓄引子如沉沙 堆起的金金 如这个街上的泥土 但是呢 祖币怎么样 把他赶出去 打败他海上的权利 他必被火烧着 所以讲到说 在这个最后上帝会对北方 对西方有审判 同时对于云里千辈悔改的 也都有救恩 所以万国都会来仰望耶和华 同时看见耶和华 一方面会施行审判 一方面会施行救恩 第五节就要讲到西南边的 亚实基伦必看见 看见必惧怕 加萨看见甚痛苦 以格伦因失了盼望 蒙羞 加萨也不再有君王 亚实基伦也不再有居民 师生子或是外族人 必住在亚实图 我必处灭菲利斯人的骄傲 我必处去他口中带血之肉 代表他是外邦人 他吃带血的肉 代表这个是一个比喻 也代表说他拒绝上帝的救恩 和牙齿内所卡住的那些 可证之物 他必作为余圣的人归于我们的神 必在犹大像族长 在以格伦 以格伦人必如耶布斯人 我稍微解释一下 我们如果读到这个启示录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 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 跟他第一次来 他给你的感觉差很多 第一次来 他是为世人上十字架 你可以感受到强烈的爱 他的怜悯 但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 他是要带来审判的 他一方面要来这个 称义跟奖赏 信靠他的得胜的基督徒 二方面他要来对世界上的罪恶 作为一个一次性的解决 所以当他第二次再来的时候 那些不悔改的 就会像 这五个非利事成的人的反应一样 看到基督第二次再来 会害怕 会痛苦 会蒙羞 会被除灭 这个是非常恐怖的一件事情 但是呢 对于他们当中 一些愿意悔改的人 他们被称为余圣的人 就是他们当中 还是有一些人是愿意悔改的 就会归于我们的神 今天住在 这些非利事人的地方 叫做巴勒斯坦人 上帝亲自应许说 许多巴勒斯坦人 他们是余圣的人 在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 会归于我们的神 必在犹大像族长 他们不仅信了主 他们呢 甚至呢 会被神看作是自己人 这个 并在犹大像族长一样 也就是神并不是只爱以色列人 神爱所有的万族万民的人 只要他愿意悔改 归向神 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 也会看重他 如同看他是一个像犹大 犹大是这个以色列里面最重要的一个支派嘛 即便是非利事人 愿意归向神的非利事人 也必在犹大被神看待 像做族长一样 而那些非利事人 例如以格伦这个城市的人 必如耶布斯人 什么叫必如耶布斯人 耶布斯人就是以前的耶路撒冷人 后来呢 就被以色列人同化了 也就是说万国万民 在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 要么就是因为你自己的罪恶被神剪除 要么就是因为你的悔改归向主 而被神一视同仁 被神收纳为自己的子民 自己的百姓一视同仁 甚至被神重用 没有分别 好第八节 我必在我家的视为安营 就是指这个耶路撒冷 那指的末后来讲 就是神的国度 使敌军不得在这个任意往来 暴虐的人也不再经过 因为我亲眼看顾我的家 所以代表说 神要亲自使祂的国度在地上建立 亲自使祂的国度在地上得胜 我们继续来看第九节的第十节 西安的民纳 应当大大喜乐 耶路撒冷的民纳 应当欢呼 看哪 你的王来到你这里 他是公义的 并且施行拯救 千千和和的骑着驴 就是骑着驴的鞠子 我必除灭以法连的战车 和耶路撒冷的战马 征战的功也必除灭 他必向列国讲和平 他的权柄 必从这海管到那海 从大河管到地极 好 第九节的第十节 就要讲到那位 要来的弥赛亚君王 第九节 喜安的民纳 应当大大喜乐 耶路撒冷的民纳 应当欢呼 为什么 卡安 你的王来到你这里 重点来了 所以我们才说 撒迦利亚书 从第九章到第十四章 他讲了很多预言 现在都没有完全实现 甚至也不会像 这个犹太人 犹太教 他们的那种想法来实现 因为他唯一会实现的方式 就是在历史上 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 才会那样实现 所以看 你的王来到你这里 他是公义的 并且施行拯救 千千何何地 骑着驴 就是骑着驴的鞠子 接下来 这短短几节经文里面 会提到耶稣基督第一次来 以及耶稣基督第二次来 还有耶稣基督第一次 跟第二次来 中间会发生的一些事情 虽然只有短短几节经文 所以首先就提到了 就是第一次耶稣来 他是和平君王 他是带来救赎的 马太福音二十一章四到五节 也引用过 撒迦利亚书这面经文 想到耶稣是一个 谦卑如何的君王 他是骑着驴居子 进耶路撒冷去作王 但是却被百姓弃绝 被钉在十字架上 第十节 我必除灭以法连的战车 和耶路撒冷的战马 战争的这个弓箭 也都被除灭 然后呢 这个这位君王 他必向列国讲和平 他的权柄 必从这海管到那海 从大河管到地极 这个一定是针对耶稣基督 第二次再来 才会管到地极 那所以呢 我们可以看见 就是说 第十节 让我们看见 主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 地上不会再有战争了 所以呢 战车 战马 弓箭 都会没有 很多先知书里面所预言的 都会实现的 什么这个镰刀 弓箭 武器 变成和平用的 这个锄头 跟做所用的器具 不需要武器了 不需要马车 不需要战车了 因为耶稣基督这位君王 第二次再来的时候 他是不是骑旅居来了 他是骑马来了 他还来消灭仇敌 在地上建立他的国度 地上那时候就 再也不会有战争 感谢赞美神 好我们继续来看 第十一节到第十七节 西安啊 我因与你立约的血 将你中间被掳而求的人 从无水的坑中释放出来 你们被求而有指望的人 都要转回保障 我今日说明 我必加倍赐福给你们 我拿犹大做上贤的功 我拿以法连为张公的剑 西安娜 我要激发你的众子 攻击希腊的众子 使你如永世的刀 叶和华 将坛的刺脚满了血 是一节西安娜 我应与你立约的血 当然我们从新约的角度来看 就知道 这个就是主耶稣 与我们所立的新约 是用他的宝血 将我们买赎回来的一个新的约 将你中间 这个被卤的 而被囚禁的人 从无水的坑中释放出来 让我们想到约瑟 他被他的哥哥丢到这个无水的坑中 想到耶利米 他被丢到这个已经干掉的这个水牢里面 代表说这些是因为 因信仰而受逼迫受苦的人 他们会被神释放出来 12节你们被求而有指望的人 都要转回宝藏 我今日说明 我必加倍赐福给你们 所以这些因信而被求的人 特别我们如果看到启示录的时候就知道 在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之前 这些列国对教会 对圣徒的逼迫就是这样子 是非常猛烈的 但是我们就是这些因信而受苦 因信而被求的人 上帝 这个是他要恩待我们 他要使我们转回宝藏 就是使我们进入避难所里面 耶稣基督要成为我们的避难所 加倍的赐福给我们 13节我拿犹大做上贤的功 我拿以法连为张公的剑 一个是功一个是剑 有大跟以法连代表南国跟北国 西安我要激发你的重子 来攻击希腊的重子 使你如勇士的刀 这边就是让我们去知道说 主耶稣第二次再来之前 他会来这个带领他的百姓 他的子民 征战得胜 那我们刚刚读第十节说 等到他带领他的百姓征战得胜的时候 就没有战争了 所以那时候的武器 弓箭 战马 都可以焚烧掉了 但是这边十二十三 这边所讲的 这边是他第二次再来之前 百姓所要经历到的 因信仰而受苦 所以在启示录告诉我们要 忍坚忍到底 作为一个靠主得胜的基督徒 这个是很重要的 那这边已经甚至已经在发 历史的这个预言 我们刚刚讲看预言 好像一个三 后面又对了一个更高的三 预言会有多次的一个应验的状况 这边已经开始提到希腊 撒加利亚书这边是族前五百多年 那讲到希腊这边 已经是族两百年后的事情 所以呢 他已经在预言一个两百年后的事情 就是连这个 希腊的亚历山大 所建立的这个庞大的 这个帝国 然后他会又统治很多地区 当然也会统治到以色列的地区 甚至到后来 在这个主前一百七十五年到一百六十三年之间 希腊帝国 他统治的耶路撒冷 发生了这个马加比王朝的这个 起来革命 所以呢 他们革命成功了 真的以色列的种子 就在历史上 就这个应应的这个预言 就胜过了希腊的种子 上帝时他们如同勇士的刀 所以呢 在这个主前一百多年的时候 以色列人曾经有争取到一个一百年左右的政治上的独立 这个预言就在这边就实现 好 我们继续往下看 十四节 耶和华必显现在他们以上 他的剑必射出像闪电 耶和华必吹脚 呈南方的旋风而行 这边就是在提到 上帝如果带领他的百姓来得胜 这我们的启示录也可以看到类似的 因为当这个主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 他显现的时候 仇敌就会被消灭 这也是我们会读到的所谓的哈米吉多顿 那一场的战役也会提到 仇敌都从北方攻过来 在启示录也是讲一样的 这样的说法 而这个 耶稣基督因为他第二次再来 然后他就是在这个 耶路撒冷的地方 然后所以呢 看起来那个态势就好像说 耶和华必吹脚 所以呢 这个乘着这个 从南方而来的旋风 北上迎敌 所以呢 这样的一个预言 我们在启示录也会再次来看见 万军是耶和华必保护他们 他们必吞灭仇敌 然后呢 践踏坛石 什么是坛石 就是那个甩石鸡弦弹弓 所射过来 要射这个神的百姓 可是没有射中 所以地上都是那些 没有射中的弹弓 的那些石头 但是神的百姓却 践踏这些坛石 向前冲过去 他们必喝血纳喊 然后呢 犹如饮酒 他们必像沉满血的碗 又像坛的四脚满了血 是谁的血 仇敌的血 我们会在启示录第十九章 刚刚看见 就是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 他就消灭了所有的这些仇敌 甚至这个仇敌 这个死的尸体之多 天使还召唤天上的鸟 来吃这些仇敌的尸体 代表这些仇敌被审判 一次都被神击败了 我们在启示录里面看到的基督 是一位得胜的君王 他来要消灭罪恶 可能跟你在看这个 是福音书的耶稣 有点不太一样 不是不太一样 他是同版的两面 这两个都是耶稣基督 耶稣基督第一次来 是为世人实在实 加上传扬天国的福音 从实力复活 建立教会 赐下圣灵 但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 他就是在审判地上的罪恶 称义他自己的圣徒 他的国民 然后在地上建立 他自己千年的国度 所以这两个形象要加在一起 我们这样才能够 又感恩神的救恩 但是又敬畏这位 宇宙很全地的君王 耶稣基督 所以呢 十六节当那日 耶和华他们的神 必看他的名 如群羊拯救他们 所以百姓在因信仰而受苦 忍耐到底 神必要拯救他们 因为他们必像 冠冕上的宝石 好像是那样德圣君王 他头上带着冠冕的 那个宝石一样 所以神是如此看重 他的子民 如同我们之前所说过的 神看他的百姓 如神他自己眼中的 同人 就是同孔 所以不得 神不会容许任何人 他的手伸过来 要碰他的百姓 因为谁想用他的手 去碰神的百姓 就是想要用他的手 去摸上帝的瞳孔 那上帝一定会用手 把他的手打掉 他就不能去触摸 上帝的百姓 然后上帝会高举在他的地上 这个也可以翻译成 就是在他的地上 发出光辉来 所以百姓被神拯救 好像宝石发出光辉 又被神带在头上 好像高高被举起来 他的恩慈何等的大 他的荣美 何其圣 五谷健壮少年 心久 培育 处女 当主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 上帝全然得胜 他的国度里面 属于神国的少男跟少女 他们都会被神来培育 来培养 然后成为这个国度的人才 那时候将人类历史 不仅是以色列的历史 而是将人类的历史 带到一个十无前例的 一个最荣美 最丰盛的高峰 而上帝要与他的圣徒 包含从死里复活的圣徒 以及还没有死过的圣徒 神要与他们一同做王 治理整个地球 这是在启示录里面 给我们一个非常大的盼望 我们到时候会来解释 好我们就一起来祷告 主赞美你 我们要仰望你 主我们要说愿你快再来 而在你快再来之前 主愿我们真的是要大大的传扬 你这救人的福音 你国度的福音 你作王的福音 你得胜的福音 主我们也真的是求你 保守我们的心 胜过保守一切 主让我们做一个 预备等候主再来的仆人 让我们做一个 可以向主交账的仆人 每等你再来的时候 你说你从来不认识我们 叫我们离开你的面前 到黑暗里面去 哀哭切齿 求主保守我们的心 胜过保守一切 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愿神赐福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